那今天你来听这个演讲 就是告诉你根的东西 这个根的东西 是你做人处事一生当中都需要的 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在人生当中你又很坎坷的 因为你没有道德仁义的根 你在社会站不起来的 这个是你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 所以他特别董事长校长都很喜欢我 回来做专题演讲 我也是以无私的心来贡献给各位 可以说大家都是学弟妹们 你今天好好的学这些东西以后 你对人生当中会有很大的体悟 很大的体悟 所以首先我要向各位讲 座右铭 座右铭就是古代的图书人 他往往写下他人生的一个原则 写下来以后贴在墙壁上 所以他常常都念他的座右铭 他待人处事要有一个原则 也就是人生当中信戒的文 来警惕自己 来警惕自己 车离自己 叫做座右铭 这一章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书桌上 还是说用这个玻璃把它盖着 这个是中国后汉吹苑所造的 叫座右铭 人生当中信戒的文章 英文叫 人生当中信戒的文章 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释 第一句 物道人之短 物说己之长 诗人圣物念 受诗圣物忘 大家一起写英文 诗人圣物念 录音 人生当中信戒的文章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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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道人之短 道就是缩乱 我们一个人 不要常常说人家的短处缺点 一个有修养的人 要收口业 这个口可以说好话 也可以说坏话 这个口如果不会收口的话 往往会是非 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同学 结果你乱说话 结果让人家斗争起来不好 然后到最后要怪到你 你跟同学不合合 没有缘 和你口讲话有关系 男女朋友之间 往往是因为互相间争执口 讲错话 男众讲错一句话 女众就抓住这个把柄 然后来闹来闹去 到最后分散也是口 所以第一个讲话 要注意 误导人之短 不要讲别人的短处 一个人真正有修养的人 是反省自己 找自己的缺点 然后要改过来 这个才是有修道德的人 不要去讲别人的短处 误说几次长 一个人不要自吹自擂 自己自然认为 我自己很形容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知道 每一个人 有他的长处 你现在念英文系的 你日文不会 你日文系的话 你英文比较差 你念七月管理的 你不知道国贸 你念国贸的 不知道会计 所以只是知道一扁皮毛 你没有那么深入 所以学无止境 不要认为你自己很形 你就自吹自擂 把自己的长处 好像都是要表现出来 然后让很多人都知道你 所以这个人 我们一个人学无止境 真正有修道德的人 真正有学问的人 他是比较含蓄的 他讲话一定会三思 不会乱讲 诗人生物念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不要常常记在心里面 你帮助别人 自有你的福报 因为这个世间 有因缘果报 你种善因 你多帮助别人 以后你回报回来 会很多人帮助你 你一个人很吝啬 你会贫穷的国报 都不帮助别人 都不服事 都不去施舍 这个人 命不会好 贫穷的国报 因为吝啬 一个人多不施 多帮助别人 你的福报会越来越好 你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因为服务的关系 别人就会帮助你 所以你的成就 需要很多人来帮助你 不是你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 就有办法成就 所以诗人 圣物念 你不要常常想说 我去帮助别人 别人一定要回馈我 你要知道 这个地球是圆的 这个地球是圆的 你打网球 打到墙壁上 它会弹回来 你如是因出去 以后会如是果回来 你要相信这一点 你不思帮助别人 不要记在信里 可是受诗圣物忘 你不要忘掉了 在你年轻的时候 十八岁 十九岁 到二十二岁 这一段时间 你是在乔光科技大学 乔光科技大学 在这个因缘当中 很多的老师 校长 董事长 校长 董事长 就像我们父母亲一样 这些老师 就是我们的母亲 他把你培育长大 让你人格和道德 还有学问的增长 你得到了这个布施 不要忘掉了 很多人都忘掉 因为在社会上 一直要追求他的明文力 一直追求金钱 地位 家庭 可是他没有回想回来 等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回想回来 我们一个人 受到人家很多的帮助 今天你念 乔光科技大学 你知道创办人是谁吗 陈基宗先生 陈基宗先生 他要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把他的家里的财产 全部布施 然后创办起来以后 没有多久 他就走了 往生了 然后他的太太 再把他承担起来 所以 一个人创办一个事业 不是这么容易的 以前的人 是为了国家社会 来付出来办学校的 办教育没有钱可赚的 现在是一种怪现象 变成办教育为了赚钱 我相信 乔光科技大学 不是这个办法 要是说乔光科技大学 为办学要赚钱的话 不会土地 现在只有这么 以前这么大 现在还是这么大 一定是借很多的钱 要赶快把它 盖得非常的漂亮 很fancy 让你看起来说 外表上 好像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这个学校很好 其实要有实质 比较重要 学生的品质 和道德学问 比较重要 而不是在外表上 所以你受到布施 不要忘掉 事欲不足目 为人为激刚 隐心而厚动 半义拥和尚 我们不要只要看外表 仰慕别人 有那个名誉 一个人有名要有福 没有福报会有灾难 现在人看了 世间的名誉 你有名誉是因为 你有累积福报 可是那个福报 要善的福报 如果是恶的福报的话 以后有灾祸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 有些你们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怎么死的 Michael Jackson是心脏病腐化 猝死 他很出名 对不对 可是他的影响力很大 他的福报很大 可是名誉很大 有福没有德 猝起来 希特勒怎么死的 不知道 可能是自杀死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的话 是戳起来 福报很大 世欲不足目 为人为济干 一个人要仁爱慈悲之心 你有仁爱慈悲之心 人 你看这个人字 人 二 就是两个人 轻轻为大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你要有关怀别人的心 有一次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开始经济一直发展起来 中国大陆 组了一个团 他们那个汽车公司的 那些员工 还有里面的主管 组了一个团 到美国通用公司 去拜访 他们准备到美国通用公司 去学美国的汽车工厂的管理 所以他们到了美国公司 去拜访 到了美国公司呢 那公司的老板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的管理 我们的管理很多都是向日本学的 因为现在日本 Toyota在美国的销量是最大 所以我们向Toyota学的 结果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的这些整个团 回来的时候就顺道再到日本 Toyota总公司去他们的工厂去 准备要去学日本公司的管理 Toyota是怎么管理 结果游览车到的时候 他们一下车 一下车呢 Toyota公司外面写了八个字 一看了这八个字呢 不用了 不用再参观了 我们知道了 你知道这八个字写什么 棘手不欲 勿施宜人 原来日本Toyota公司 用我们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来管理 现在就是这样了 我们中华文化很好 可是呢 现在大家都以为希望文化很好 希望文化是科技的东西 中华文化是讲仁义道德的东西 一个医生可以当仁义人数 一个医生可以把病人当成赚钱的工具 你想看 如果一个医生把你的肚子打开 开刀是为了钱 你有什么感受 这个医生他是禽兽 一个医生他能救人 因为怎样 他有忍耐自卑之心 他帮助你 他不是把钱财当真帝 所以以前的医生 要是医好病以后 人家送他一个辩额 人心 人数 中华文化讲的就是 人 人为即刚 你所学的学问要忍耐自卑心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学问变成你造罪的工具 一个人 一个人 人生当中 隐心耳厚动 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问一下 我们的动机是怎样 Reconsider 我现在做下去 以后会有什么因缘果报 众如是阴 会有如是果 有没有 我记得我们以前 在国中的时代 有那个布袋戏 布袋戏 那个史艳文 书艳文 他常常这样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他说 善有善报 欧有欧报 欧有欧报 不思不报 思心彼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思不报 食尘未到 你做善一定 以后会有善的果报 你造恶呢 会有恶的果报 不是果报不会到 时间还没有到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那个果报自然会陷钱 所以要做一件事情 引心而活动 我们要想一想 我现在做的这个 是好的事情 还是坏的 这个以后 我有什么样的果报 你要知道 杀生短命的果报 偷盗贫穷的果报 偷盈 夫妻不争良 家庭分散的果报 旺语 你讲话 人家不相信的果报 你吃毒品 以后 会变成 自占的果报 好 这种的果报不同 是自己种的因不同 你一个人走在这个世间当中 要是别人说 你这个人怎么像一个圣人 没有关系 圣人才不会堕落 圣人有道德 荡义用和善 人家毁谤你 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以前 有一个老先生 跟他孙子 就牵了一只驴子 这只驴子牵着的时候 这个老先生就想 他的孙子很小 所以他就牵着驴子把他孙子 乖乖 你坐在上面 就把他的孙子让他坐上面 老先生就用走路的牵着驴子走 走了一段路 到了乡村的时候 人家就讲 哎呀 你看 你看 这个孙子实在是不孝 老先生用走的 老先生用走的 所以这个孙子不孝 怎么坐在上面 结果老先生一听到 哎呀 不行 怎么可以说我孙子不孝 那这样赶快把孙子抱下来 结果他自己骑上去 换那孙子牵着驴子走 又走到一个乡村 人家说 哎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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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孩子 这个阿公 你看 虐待儿童 虐待儿童 他一听到 哎呦 说我虐待儿童 这不行啊 赶快下来 结果两个人都不做 然后老先生就牵着 把他孙子牵在手上 一起走 驢子又走 走到一个乡村 那乡村的人又说 哎呦 有狗狗 一只驴子说 乡村的乡村 老先生一想 对啊 又被人家讲 那到底要叫我怎么办呢 叫你怎么办 结果他就把 这只驴子啊 牵着也不行 坐上去也不行 两个人啊 干脆 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上去 所以一起坐上去 又走走走 又走到一个村庄 人家说 哎呀 虐待动物啊 你看啊 两个人都坐上去啊 这怎么办啊 下来以后啊 他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到最后啊 他和他孙子啊 两个把驴子的脚绑起来 用抬着 用抬着 抬着走 说 哎呀 这么笨啊 那个驴子可以骑 都不知道要骑啊 到最后他 这人生怎么过呢 放异又和尚 这个时间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只要你走得对就好 不要感觉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无事明过时 守于圣所章 再念贵不知 爱爱内涵光 有福报 有福报是你的 你的名乃是福报来的 你行善了 你的福报 有的话就会有名 可是呢 不要让你的名 超过你的真实 往往现在 在现在的很多的学校 都是要 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大 在杂志上怎么去广告 怎么去创造形象 你要知道学生的品质很重要 在没有多久以前 在埔里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南部一个科技大学的学生 杀了人 他怎么会杀了人呢 因为暑假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电脑 交网友 结果那个网友呢 是一个埔里一个小学生 六年级毕业的女孩子 然后呢 他跟他交朋友以后 就约那个女孩子 在埔里的小学见面 结果见面了以后 他想要性侵犯 那个女众不肯 他拿起砖块 就把那个女众打死了 结果呢 被抓了 你知道吗 那个科技大学的学生 他的父亲还是警察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怎样 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们一个人要道德的尺寸 你要跟人家交网友 人是要尊敬对方的 不要把对方看成你欲望的东西 你交朋友 交女朋友 交男朋友 你要互相的 以文会友 才会长久 人是以道德在一起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是来增长知识 增长学问 增长道德 这样呢 这两个男女朋友会很久 如果不是这样呢 是以欲望为主的 看外表的 看钱财的 这个很短 现在的社会就是怎样呢 造成伦理道德的轮上 他是 连电脑 好的东西 你看可以用这个 可以教育人 可以变成好的东西 可以修功德 可以心善 可是这个东西呢 电脑 可以变成诈骗集团 这个主要在我们的道德的尺寸和真心 我们一个人呢 看起来好像比较笨一点 可是呢 一个笨的人啊 圣人很赞叹他 为什么 他老实 往往一些聪明人呢 他会聪明犯罪 我们到台中监狱去弘法 很多台中监狱里面的犯罪 都是智慧犯罪 智慧犯罪 你看网路的犯罪 诈骗 没有多久以前 有一个在北部的 有一个物理的博士 那一个女众是物理的博士 本来在一个电脑公司在上班 他用网路交朋友 结果美国 一个美国人五十几岁 快六十岁 说他是CIA的局长 所以准备要跟他结婚 还寄戒指给他 说我现在人在华国 我现在没有飞机票 你帮我对应飞机票 再化波两万块钱美金给我 他被诈骗了 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所以一个人呢 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 对 现在在这个乱世当中 Disturbing environment 乱世当中 再念贵不知 你要有理智 就是 不要跟着随波逐流 你随波逐流呢 就好像 喝醉酒一样 大家都是这样 人淫义淫 大家就是这样做 你认为好像是对的 那大家都在吃毒品 你就跟着吃毒品 吃到最后的时候 家破人亡 亡染很多的犯罪 在监狱里面的犯罪呢 有五六十%以上 都是毒品 所以在念贵不知 我们不要被他懒悟了 爱爱内涵光 一个人真的有 道德有能力的话呢 你绝对 会有人提拔你的 你绝对命运会好的 你在公司行号当中呢 绝对会有好的表现 你的老板一定赏识你 你未来的命令一定会好 柔弱身之徒 老是皆刚强 憨憨披护字 悠悠固难量 looking like weak people is easier to survive not to be aggressive which is the saying from loud aggressive people is the people who is shallow virtuous person his future success will be unaccountable 一个人比较弱一点 看起来好像 这个人什么都让给人家 这个人好像 weak people 不是很aggressive 可是呢 他对人很有礼貌 很尊敬 结果呢 他在社会上可以生存 你们如果去打工 你会发现 你要是在餐厅里面打工 你对顾客很有礼貌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头多 顶礼顶礼 这样呢 或许人家 顾客一看 这个学生在打工很有礼貌 他给你的tip更多 给你的小费更多 所以一个人呢 你多谦虚啊 会有福报 忍让的人 会有福报 让一步海过天空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就像一只蚂蚁而已 你在外太空一看 你是一只蚂蚁而已啊 整个 所有的这个太空 宇宙这么大 我们在这当中 只是小小的一颗历程而已啊 不要为了小小的事情 就跟人家争到底啊 所以老子借人家说 你不要太 苦用 人不要太刚强 一个太刚强呢 常常要侵犯别人那种人 表示那个人没有修养 shallow 憨憨彼伏制 这个人就是很shallow 就是没有修养的人 没有伦理道德 没有道德思想的人 那种人才跟人家都要争到底的 悠悠固难量 你看一个人有道德的话呢 他会越久 占得越高 人家越尊敬他 我们乔光科技大学啊 从过去创办人陈基宗先生开始 然后呢 经过了两位的董事长 我们现在的董事长陈伯涛先生 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过去的校长 我们在的时候呢 是陈伯涛先生的母亲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就像个大慈母一样 对每个学生啊 照顾的无为不至 所以你们在乔光当中呢 好像说现在大学生就是上课 然后下完课就走了 其实啊 你在学校的时间呢 比你跟你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你跟老师在一起的时间 比你的兄弟朋友还要长 所以一个人有论理道德的观念 你把你那个家里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的心把它扩大 四孩子那些兄弟 一年级的学生 跟四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 一年级的学生就是 是弟弟一样妹妹一样 二年级呢就是个个姐姐一样 真的以前 乔光商专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的 高年级的学生 把一年级的看成弟弟妹妹一样 低年级的呢 看成哥哥一样姐姐一样 所以以前的时代呢 到现在呢 你可以看毕业出去了 已经几十年了 有些还在联络 为什么呢 他就像个个弟弟一样 可是现在时代呢 因为伦理道德的败坏 大家工业时代 会认为说 好像家庭不重要 其实我们乔方就是一个大家庭 你回到家里是一个小家庭 我说一说 现在的根没有了 根没有了 家庭破裂了 社会破裂了 团体破裂了 疏离感 现在的人就是疏离感 不敢相信别人 没有用真心去对待别人 没有用真心去对待别人 会不会上当呢 如果你真的上当 是你欠人家债 你用真心对别人 想要害你 你没有欠他债 害不到你 所以我们一个人 要用真诚心去面对一些人 人之初 性本善 习相近 习相远 人的开始 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 可是呢 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坏人呢 因为习气 环境造成他的 要圣言结饮食 施主圣不祥 行之狗友行 九九自分帮 Be careful of your words and be contented when eating he who is contented will not encounter unhappiness Pretizing with all of this with persistence you will have fragrance in the long run 讲话要小心 要讲一句话的时候 要经过头脑想一想 人如果常常在反省自己 他讲话就要小心 吃东西不要乱吃 你骑摩托车来 你的是加九二的 九五的 你可以乱加吗 你把它加柴油吗 乱换吗 换来换去 你那个摩托车很快就坏了 一个人 饮食就像在加汽油一样 不能乱吃东西 你年轻还可以受得住 年轻乱吃乱吃 有些到三十岁五十岁就癌症了 癌症就来了 因为你乱吃 要结饮食 不要吃得太饱 吃得太好 我们这个摄身 要多运动才能排毒 要知足常乐 一切不吉祥都是因为不知足 所以人能够知足的话 虽握地上有为安乐 若不知足 虽死天堂 义不成义 到了天堂还是不够的 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分吧 你能够依照这样去做呢 你久而久之啊 你的道德就长进 人家呢 会非常地尊重你 你在社会国家当中呢 就有很好的名胜 好 现在呢 我就是把这个 已经介绍过了